大哥可以吼 好 請問 要不要講一下 今天就是在這種漂亮的場地 然後公司也就會這麼支持你 請請一下 麥克風 你現在要講一下 對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有一些長官們 特地從馬來西亞飛過來 然後我也覺得 公司真的很用心的栽培我們 你是哽咽的嗎 沒有 你知道我跟你的聲音我一直覺得很想哭 因為你好像在哭吧 對 下一個位 我覺得我講一下 其實我們公司不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公司 可能加起來都比一般公司行好的人都還少 但是我覺得我們公司很棒 就是我們很願意溝通 然後他們願意傾聽我們的想法 所以這樣專輯我覺得不只是我們一起完成 應該算是整間公司一起完成的作品 所以真的很謝謝 在我們最低潮 最難過的時候 公司永遠沒有放棄我們 支持我們 對 永遠支持我們 所以才會等到這樣作品的誕生 你有被公司 我覺得很謝謝公司 因為就是紅顏素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讓我們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發表我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 就是如果比較大的公司 可能就沒辦法給我們那麼大的空間 我覺得很謝謝 然後也很謝謝他們再讓我們發這個 就這張迷你專輯 就讓我們又有一個新的作品誕生 剛剛就是有跳那個在公園那邊 對 他站在公園那邊 我們介紹一下 跳一下 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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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是其實這首歌是那個 藍波老師特地幫我們編排的 那他就是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的感覺但是現在是很歡樂 所以他希望我們在跳這首歌的時候 不要太拘謹 他希望我們看起來就感覺像是在玩樂一樣 所以剛剛那個口訣其實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什麼 轉轉轉盪球籤這種 對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感覺到 跳到這個部分的時候是很開心 很像在公園玩一樣開心 或是聽到我們的歌 就是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對 而且夏天快到了 我覺得這首歌跟現在季姐姐剛剛好符合 Oh yeah 我剛剛那個口訣聽起來好像有點害羞 好像有點害羞 轉轉轉盪球籤 洗手什麼的 洗手媽媽媽先回家 所以感覺很害羞嗎 會不會 我們還是去公園盪球籤玩 然後洗手的感覺 對 會不會這樣洗手 但是動作比較性感 會不會有點害羞 他可以亡樣酷手還是怎樣 沒關係啊 那也是另外一種感覺 如果可以酷手的話 我們也很希望看到不一樣的詮釋 大家可以去學像我們的 想要看到大家的版本 看到大家的cover 對 剛剛有一位是往大陸的朋友 要不要講一下他怎麼會這麼熟 因為我跟他是 嗯 他高中升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 所以其實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都還沒有拍這些東西的 那 我們是 高中大學有玩在一起的朋友這樣 所以 很開心看到他現在這麼有成就 也很開心看到他的大平台收到這麼大的回向 所以你要出道具當歌手套給你什麼樣子 有啊 他就 他就說就是 他有 他其實私下是個蠻促膝常談的人 他其實都會 非常嚴謹 當然他會 他會 他就非常嚴謹的說 沒關係 很多事情 你不用太急 很多事情就是一個機會 你就 努力的去把握每一次機會這樣 他其實私下蠻像一個 大哥哥跟爸爸的感覺 他其實是會說教的 那他歌唱上呢 他的歌 他的歌唱我就不 不方便 不上 有聽過嗎 有 有 有啊 有啊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對 Google一下他 但他主要就是演員嘛 他畢竟就是演員出來 然後大紅大直的 所以 他的演戲這方面真的是 就是 無庸置疑 對 好好的演戲 對 他之前演出那個電影也是 算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 難怪都 難道都沒有想說要喜歡他嗎 太熟了 完全 對啊 可能因為太熟了 如果我先看到電影才認識他 那還可能有一點點可能 但是因為我本來就已經認識他了 所以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其實很多手都很想笑 因為他私下就不是 他私下自己不是這樣子 那麼深情的形象 所以我就會覺得翻差很大 就很好笑 今天是不是多了一個新團圓 然後中了一個新團圓 就中了一個團圓 要不要笑 你懂嗎 你懂嗎 我是小姐 對啊 很開心 我終於有一個 跟大家 一個作品 也算是我的第一個作品 所以還蠻緊張的 希望 所以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凱希要想下今天你生日 你幫我生日能夠收到最特別的禮物 我今天打算怎麼過 我今天收到最特別的禮物 就是我的粉絲們他們 集結了他們的力量 然後幫我包了十台公車 還有在那個西門町的電視牆 然後每十分鐘會播一次 然後因為我這幾天實在是太忙了 因為我其實有下載那個公車的那個APP 就是你可以去看說現在正台中 在什麼地方 對我希望可以 就是公司可以放我一天假 讓我好好去追這個公車 因為我自己本人 還沒有看到我的公車在路上 反而是我身邊很多朋友就說 欸我今天坐到你的車 然後一直傳那個訊息給我就覺得 天啊我也好想親自目睹這些公車 然後真的很謝謝他們 然後其實我自己是不鼓勵大家花錢啦 但是我覺得這是他們的心意 然後我真的很感動 但是我希望大家如果來看我們 就是寫信給我們 或是做禮物給我們 其實我們就很開心 嗯 就是公司要把你們打造成 就是韓國系的女團 那你們自己覺得跟他們 比起來還是什麼 我想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覺得公司一直沒有想要 往韓國系的女孩這方面走 但是只是因為剛好我們的製作人 是韓國人 對 所以我們的音樂還有編曲一定會像韓國 因為畢竟我們的歌本來就是 就是韓國人 由他來收歌這樣 然後我們的造型也是因為 嗯 我們這位製作人他在韓國 就認識一些厲害的造型 所以他們願意飛來跟我們合作 但其實我們一直都希望 我們可以代表台灣舞團 對 就是不希望大家一直覺得說 欸我們是仿韓 或是我們超韓國 因為其實舞蹈的編排還有一些歌曲的演唱 都是我們自己自己的風格 對 或是說是像韓國這樣 嗯 而且像我們有一些詞曲還有服裝上面 其實也是跟台灣的造型師做 對 像我們這次記者會的 也是台灣很厲害的造型師幫我們做的 嗯 所以也不是全部都是韓國的風格 嗯 好 謝謝 謝謝